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女同志 坐吧 老板 请问哪份报纸有关于奉篇开外交会议的消息 我出关卖报 不管看报 宁远航宁先生 您怎么还听说过呢 宁远航 这个名字我还真听说过 听几个学生讲的 他说要搞一个什么 演讲 那 那地址在哪儿您知道吗 我有两点要说明 第一 你不用担心 他死不了 第二 我的警觉性判断失误 组织上的安排 昨天我跟他见了两面 同时他还向我问过宁远航同志的事 铁文青同志 我有两个方案 首先 最好是能找到张北 如果找不着他 看能不能通知宁先生 让他改变一下演讲的地点和时间 宁先生是一个说到哪儿 坐到哪儿的人 他不会担心有人会行刺他 而取消演讲活动 那张北会去哪儿 当务之急 我们先要第一时间通知宁先生 要跟他商议一下怎么应对危险 而不是去找张北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那你们去吧 那你们去吧 咦咱们一会儿 那你们去吧 那我们去吧 日本人惦记着我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机制的行动起火 机密很高 请站住 立即撤离 我明白了 小子 你要是敢动你 硬闲着我一根头 我还会给你几颗子弹 但是这次不是放在你的墙里 我把它都放在你的脑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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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是李将军的同僚 为李将军宿有修宴 主动移制军考战分子攻击 害死了李将军 就在优优书一起 你们肯定要不贬任 就把他都被刺激 刺激 不贬任 他就被人家出了 过来 让他们通过一个 这么多 nations 是从本书中 不贬任 他们在带上 我从大陆旅行 不到 他把他的呼噬 他把他拿着 陆旅行 这早але 这几天骂我的人不少 但是骂我卖国贼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孩子 不管日本人是怎么给你洗的脑 我以祖族的名义起誓 如若李将军是我杀的 我将永世不能超胜 背负万事的骂名 你要还是不相信我的话 那你就开枪吧 反正日本人也要把我打死 但是 死在自己人手里 我心有不甘哪 快回去 你火了 你被它在身上 咱们走 走 council人 我上海了 走 为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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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